講完 謝謝Aster 也很感謝我們的敬拜隊 接待隊 以及影音大英姊妹的服侍 我們為著他們的忠心擺上 給點掌聲給神 可以回來有兩堂崇拜 剛才我也看到 進來的大英姊妹都很順暢 進來很快就可以就位 也看到很多LK的家長 也看到大英姊妹一起回來當中 LK在另一邊 我們又開始我們的聚會了 我很感恩 今早有一些 叫做 什麼呢 技術上的障礙 很感謝我們的技術人員 Tony和阿強他們處理了 令到我們有這些PowerPoint 以及在現場也可以看到大英姊妹 我們很感謝神 我們今天就是 回來這裏兩堂崇拜的實體 就是 今天是我們的差傳主日 差傳主日 我們一起去探討 神在普世裏面的工作 特別是為日本這個地方去討告的 我們很榮幸請到我們今天的講完 就是中萬營傳道 中萬營傳道 Viona就是恩福武堂 在果圓團契裡面去服侍的傳道 原來跟美恩傳道 好幾年之前是同一組的 美恩傳道是她的組長 很開心 也有一個聯繫 今天很厲害的題目 前幾年有一部劇集叫做 踩過界 今天題目就叫做 跨界的挑戰和實踐 是看哥林多前書九章 十九至二十三節 我們給點掌聲歡迎 我們的講員 Diona傳道 多謝牧師的介紹 我另一個身份是猜傳部的童工 所以今天被委派來到馬安山堂 跟大家分享神的說話 我很喜歡跟弟兄姐妹分享關於猜傳的事 因為這個是神給了我的使命 所以我很樂意在日常生活 都經常跟弟兄姐妹分享 今天是我們教會一連一度的猜傳連會的崇拜 今年猜傳連會的主題 名為日本宣教不離地 是探討如何不離地地向日本人傳福音 日本這個地方對於我們來說 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可能是我們認識他們的高科技 很多好玩的地方 很好吃的東西 但是呢 陌生的地方是我們對日本人的心靈狀況 又知道多少呢? 我們經常說 聽到很多人說 日本人很難信耶穌的 是不是? 究竟這個是不是實情來的呢? 我們有沒有認真地去了解過 為什麼呢? 難道他們的內心深處 就不需要尋找生命的答案? 我們怎樣能夠做到跨界服侍 踩入去日本人熟靈需要的世界呢? 今天各堂的崇拜都會有不同的目者 用哥林多前書九章十九至二十三節 和大家一起去思考這個課題 首先容許我介紹一下 哥林多這個地方是怎樣的 哥林多城是位於希臘半島的中間 因著這個地理的優勢 哥林多城是一個繁華的經濟中心 他集合了不同的背景 族裔信仰的人 不但道德敗壞 而且加上有希臘文化的泛神論 到處都是充滿異教的祭祀 希臘神明等等的敬拜 信徒如果扎根不穩陣 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結果保羅真的收到教會傳來的報告 羅列了一連串的問題 所以保羅寫下了哥林多前書 針對哥林多教會每一個問題 來作出詳細的教導 不但指出他們的問題所在 更加提供一些實際的出路 和指引給他們 在第九章裏 保羅現身說法 用自己的生命來做例子 說到基督徒應該如何去使用自己的自由 首先讓我們一起去祈禱 求聖靈幫助我們透過上帝 藉著昔日保羅寫得的聖經 今天同樣對我們說話 我們同心祈禱 榮耀的上帝 我們多謝你賜下聖經 多謝你賜下福音 救恩 讓我們能夠成為你的兒女 求你今天早上賜給我們眾頂姊妹有清心 能夠聽得明白你自己的話語 求聖靈引導我們進入真理 照亮我們心中的眼睛 讓我們聽得明白 和願意跟隨行的心 帶領今天的時間 祈禱交託養望 是奉靠主耶穌基督得聖明自祈求 阿門 我們先一起重讀哥林多前書九章十九至二十三節 準備了 一、二、三 我雖然自由 不受任何人管轄 但我自願成為眾人的勞卜 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 對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 為了要得著猶太人 對律法以下的人 雖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 還是作了律法以下的人 為了要得著律法以下的人 對沒有律法的人 我就作了沒有律法的人 其實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 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為了要多得沒有對軟弱的人 我就成了軟弱的人 為了要得著軟弱的人 對怎麼樣的人 我就作怎麼樣的人 無論如何總要救一些人 我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福音的緣故 好讓我與別人同享福音的好處 謝謝 謝謝 要進行跨界服侍 同意文化的人全福音 我們必先要了解到當中的一些挑戰 經文中被我學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對於我們的自由 受到挑戰 第十九節 看回原文 保羅就把自由這個字放在最前 很明顯 保羅是想強調 他怎樣運用他的自由 香港人其中一個核心價值就是自由 我們為了自由是可以不惜一切的 不過自從新冠狀病毒的出現 我們的生活多了很多限制 要戴口罩 搓手翼 機不離手地掃描 那些曲子要有通行證 這些限制已經叫我們不耐煩 不過基於我們盼望 透過這些方法來控制疫情 所以我們無法選擇 只好受限 但是保羅似乎是主動 和甘心情願地為了某一些目的 而將自己設限 保羅導出了一個在宣教上面的挑戰 就是他主動並且定義地成為別人的勞卜 是為了什麼呢? 保羅是為了要得到一件事 而願意用他的自由來做交換 究竟保羅為了什麼? 這麼大犧牲呢? 在第十九節呢 裡面有個贏得或者得字 在原文呢 本身這個字呢 是用在商業的用語裡面的 有賺取利潤的意思 我們都明白要賺大錢 當然要投資了 是不是? 保羅是說 他為了要賺得一些人 而甘願以他的自由來做交換 這個賺得的概念呢 其實是圍繞著今天我們所看的幾節經文 即是說我們要贏得別人去聽福音 首先呢 要將自己投資進去 以謙卑勞卜的身份 去服侍別人的心態 來作見證 來贏取別人對我們的信任 以及吸引他們的心靈來聽福音 這一份服侍別人的委身 不是短時間的事情 是一個長期的委身決定 以謙卑服侍人 成為我們的生活形態 來去吸引人 我們今天說要跟不同文化的人 來傳福音 首先呢 我們要立志 以服侍別人的生活 來做日常 因為我們不知道神 什麼時候會為我們開路 讓那些人願意聽福音 你有沒有為了要傳福音給別人 心願長期謙卑地去服侍別人呢 這一份是意志的愛 多一點點的感受 個人感受都做不到的 你認為挑戰在哪個位呢 其實不認識主耶穌基督的人 總是很難去理解我們所傳的 以仆人身份來到世間的那位基督 但是呢 在現實生活裏面呢 他是有很多人 被基督徒那種謙卑服侍的 生命見證所吸引的 保羅呢 在哥林多後書四章五節再講到 我們原不是全自己 乃是全基督耶穌為主 並且自己為耶穌作你們的仆人 主耶穌為我們立下了榜樣 因為他反倒虛己 取了勞卜的樣式 來到這個世界服侍人 為的就是要我們得著福音 這個作勞卜的原則 其實是來自主耶穌的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可以怎樣 將這一份謙卑服侍的態度 應用在今天的福音事功上面呢 日本這個國家呢 出了名是一個福音的硬土嘛 因為呢 他們在文化和宗教上呢 受著很大的屬靈捆綁 但是呢 在2011年的311大地震 因為一個天災 基督徒的謙卑服侍 竟然成為了打開這一片 福音硬土的一線窗 因著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美好的見證 成為了很多日本人 對教會留下深刻印象的渠道 報導中呢 提及到救援工作 是傳福音最有效的途徑 因為呢 大家都沒有壓力 而且樂意去聽福音 並且接受安慰 弟兄姊妹的委身就印證了上帝在救災 有曾經參與過救災的香港宣教士回來 和我們去分享的時候呢 他講到其實當中的服侍是極其艱難的 因為呢 滿地都是屍體 資源短缺 周圍呢 都佈滿四屍的氣味 是情感和身體的極大挑戰 他們要日夜地幫忙清理災區 還有呢 一幕幕無能為力的畫面 擺在他們面前 真是身心俱疲 但是當他們回想回 當中能夠為神去作見證 都覺得感恩有幸能夠參與 亦令他們開啟了思考之後 在救援工作裏面的服侍工作 如果有更加多的基督徒 願意採取憑愛心 去服侍人的生活方式去過每一日 你想像一下會帶來什麼的影響呢 或許初期會有人笑你很傻 但是過了一段日子之後 世人不得不留意我們這一份見證的力量 第十九節 我雖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轄 但我自願成為眾人的勞卜 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 保羅為主要得著人 接受了這個跨界服侍的挑戰 接著呢 保羅就再進一步跟我們分享 他怎樣具體去實踐這個宣教策略了 第二個學到呢 就是要與人認同的策略 在第二十到二十二節的經文 我們看到保羅怎樣有智慧地 向跨界服侍的對象去見證基督 但又不在信仰上面作出妥協 保羅有一個得人的策略 當他面對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他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自己 叫自己跟這個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對方認同 我覺得環球聖經譯本也比較容易明白的 我讀幾節經文給你們看 對猶太人 保羅就成為像猶太人 對律法之下的人 保羅就成為像律法之下的人 對在律法以外的人 保羅就成為像在律法以外的人 保羅他對著什麼人呢 就會去改變自己 叫自己做像什麼人 所以環球聖經譯本也成為像什麼人 這一種其實是一個文化的觸覺來的 保羅本身是一個猶太人 他會去到一個地方 會先從猶太的會堂去開始宣講 他知道猶太人不吃製過偶像的肉 目的就是要贏得這些猶太人 和他傳呼音的機會 至於律法之下的人 是指導領受摩西律法的猶太人 律法是包括了摩西律法 和他們在額外加上的各樣禮儀和生活規條 保羅很清楚自己已經歸信了基督 他不再需要守那些律法才得救 但是因著要和那些守律法的人傳福音 他就會在他們面前同樣守律法 以至贏得和他們分享福音的機會 而沒有律法的人是指導沒有摩西律法 和相關的規條為依歸的外邦人 保羅很清楚他不需要再靠守律法來得救 但是他在這幫人面前 亦都不會宣揚舊約律法的要求 結果他就常常被猶太人誤會 甚至有一些人懷著惡意 要借這些機會去攻擊他 所以他不僅是承受了腹背受敵的壓力 他為了要建立頂姊妹 還要周圍和頂姊妹去解釋 為何他要這樣做 保羅處於幾種文化衝擊下 他在不違反福音真理的原則之下 他是會遷就對方的 因著他要贏得不同的人 這個清晰的目標就導引著他 令他不會再迷失 讓我舉一些例子 在加拉泰書二章三節提到 他一方面沒有勉強到提多接受割禮 在《仕途行傳》十五章 又提到保羅為了外邦人 不用行割禮而據理力爭和人吵架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又看到他在《仕途行傳》十六章三節描述到 保羅對著本身有一半猶太血統的提摩泰 就為他行割禮 以便提摩泰可以在猶太人當中作領袖 他很清楚自己已經在基督外的律法之下 不再受那些律法規條所捆綁 但是他願意以尊重對方的傳統文化 來作出遷就 最後他講到當他對著軟弱的人 他就做軟弱的人 他和軟弱的人認同到一個地步 甚至乾脆沒有了個象字 他就變成了軟弱的人 其實這個軟弱的人是講到上一章 第八章提及的信心軟弱的人 之前就是因為哥林多教會的人 不懂得體諒那些信心軟弱的人 沒有為他們切身處地去著想 所以傷了他們的良心 所以保羅解釋 他為了要得著這些軟弱的人 引導他們信主 他便成為軟弱的人 他選擇不食製過偶像的製肉 保羅在22節的尾 就為了他處事的原則 作了一個總結 他無論做些什麼 都是為了要救人 救人就成為了規範著他 選擇做和不做 或者怎樣做的主軸 他決定以一個遷就原則 來用盡方法拯救別人 今年猜傳聯會其中一個講員 羅兆倫牧師 曾經在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 是分享到他在日本宣教的時候 一些體會 他分享到日本有一個飲酒的文化 日本人有一個名為飲酒會 和一個二次會的聚會 現在可能已經有二、三次會了 飲酒會其實是指到逢星期五晚上 去到居酒屋舉行的一些聯誼活動 而二次會就是學生會 在活動之後的聯誼活動 所謂二次就是活動還未盡興 和當中有再一次的意思 所以現在已經可能有三次會、四次會 即是一直都還未盡興 那這兩個聚會背後 都有一個參與的原則 就是要不聚無歸 牧師的團隊 他們的服侍吸引了很多未信者來參與 他們慢慢投入這些活動 所以當中有一些未信的朋友 希望藉著這些飲酒會來作招來 讓身邊沒有參加這些聚會的朋友 都可以參加牧師團隊的聚會 但因著牧師當時 他未理解到這個飲酒會 或者這個飲酒的文化 對於日本人的深厚意識 所以他堅守著醉酒和聖經上面的教導有抵觸 所以他就堅決反對 那牧師分享到後來他反思這件事 他雖然很成功地去禁止這個飲酒會的舉行 但是就失去了成員的信任 數年之後他們經過反省 才明白原來禁止飲酒會和二次會 對日本人來說 也是等於拒絕和他們交往 當時那些日本人其實是對神開放的 但是禁止飲酒會和二次會 就等於告訴他們 基督徒的神不接納他們 後來羅牧師深切去體會 原來正確地解讀世俗的文化 再加以調節再詮釋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能夠了解對象身處的文化 背景後面的意義 再找出正確的功能 加以調節 其實是可以為到融入對方的世界 作為重要的僑良的 頂姊妹 有時我們很心急別人去信主 我們很想把我們覺得最好的聖經原則 或者神秘信徒的規範 加主在別人身上 在這個位置我們真的要小心 因為有時我們這些大義 往往會造成難阻別人 認識耶穌的障礙 宣教傳福音是需要策略 而策略也因著不同的民族、群體 而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如果我們要別人接納我們所說的東西 我們首先要進到別人的世界 讓我們的身份被他們認同 才有機會進一步去談及信仰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忽略這個這麼重要的位置 面對著這些處境性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保持福音純正、準確地傳遞 又不會將福音淡化或者扭曲呢? 我們需要時常帶著一個批判性的處境性 來運用 即是說我們要培養敏銳他人的觸覺 配合別人的處境引起興趣 再繼而導出福音的教導 在第23節 保羅在一段作了一個小結 他說他做所有的事 背後的原因都是為了要同享救恩 為要與人同享這福音 亦都可以亦作為以至我可以成為福音的分享者 這一句可謂總結了保羅上面提到 為何他見什麼人就要做什麼人的原因 他願意進到不同的人群當中 就是為了一個目標 而這個目標是直接影響到他每日行事為人要如何的 保羅導出了福音可以擴展 是他唯一關注的事情 我相信這個是來自他自身的體會 是一個生命的流露 保羅他自己生命被改變 他從前是一個迫伯基督徒敵黨神方向的人 他回轉重生的經歷 在他生命裏面沒有一樣東西 被別人都可以得著 這份改變生命的福音力量這麼重要 他甚至會將自己看得最輕 他願意為了傳福音而付出任何的代價 這裏表達了保羅向人傳福音的熱誠 因著這個目標的導向 令到他面對任何困難 他都不會動搖、不會後退 另外同德這個字 在原文裏是有一同和合夥人 這兩個複合字組成的一個詞語 這個字同時都出現過 在肥立比書一章七節 和啟示錄一章九節裏面 在肥立比書裏面 是講到保羅要表達 和那些弟兄姊妹一同得神的恩 而啟示錄 約翰就用來表達 要在某一件事上 和某些人一同得分的意思 而這裏表達了 寶羅要與人一同得著這個福音 所以這個與人同得的異象 就不斷推動著寶羅 他不甘心只是自己能夠享受神的福氣 寶羅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夠重生 是因為昔日別人與他分享福音 以至他能夠同得神的福氣 弟兄姊妹 昔日如果沒有人與你去分享福音的話 今天可能你都未必有機會成為神的兒女 你有沒有在寶羅的視野裡得著一些提醒呢? 這個熟靈人看事情 生命的價值 與人的關係 甚至乎與人相處的抉擇上面 跟你有什麼分別? 我在預備講章的過程裡 都有點提醒 因為事奉忙碌 每天要接觸很多的資訊 令我都忘記了我身邊原來還有很多未信的親朋戚友 我都疏忽了要為他們祈禱 又或者你生活裡面有沒有認識到一些來自日本的朋友呢? 所以今天很想值今天的經文和分享 來邀請頂姊妹一同同我一齊立志 求神幫助我們重拾這份大事命的心志 以謙卑服侍的態度作為生活形態 去贏得別人聽福音的機會 以及尚尚以與人同享福音的好處為生命目標 很想現在一同合上雙眼 我們有些時間去安靜 今天神有沒有透過保羅的生命見證 來向你說話? 你心裡面有沒有一些未信的朋友或者家人 你是記掛著的呢? 又或者你身邊有沒有認識到 又或者你身邊有沒有認識到 從日本來香港生活的日本朋友呢? 你可以用少少時間 在心裡提名為他們祷告 求主開路賜給你有服侍他們的機會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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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我很想你為自己祷告 求神去裝備你 求神去使用你 作為福音的管道 賜下更多與人分享福音的機會給你 好嗎? 我们同心祷告 联敏人的主我们多谢你 你昔日道成肉身 自己做仆人的身份 来到世间去服侍我们 慰着就是要将 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 多谢你使用保罗 使用门徒 今天这个传福音的棒 来到我们手上 求主帮助 刚才顶姐妹心里面 记挂的那些亲戚朋友的名字 求你亲自纪念 也使用顶姐妹 愿意服侍你的心 让我们生活里面 谦卑服侍人 来对为你作见证 让我们有更加多的机会 来对同人分享 我们这个福音的好处 求你使用我们 我们愿荣耀归给你 感谢你 谁听我们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 圣明志祈求 阿们 顶姐妹我也想鼓励 未来的日子你都花点时间 定时 去为到你们 那些福音的对象去祷告 还有也很想邀请你们 未来的三晚 去参与猜传联会的聚会 我们都是全网上的 在YouTube上面去播放 希望到时见到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